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斯普拉頓3,終於正式上線了! 在這麼興奮的時刻,肉肉我第一件要分享的就是給所有新手朋友們的基礎教學課 讓大家入手後可以有一個基礎說明書 不管是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打開來複習一下 或是推朋友錄這個大坑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幫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第一點,基本操作相關 第一,移動方向 位於控制器左邊的香菇頭能讓角色進行移動 輕推能讓移動的速度以緩慢的方式前進 第二點,視野方向 位於控制器右邊的香菇頭推動即可改變視野的方向 輕推能讓視野以緩慢的方式改變 在設定頁面能夠更改視野方向的速度 同時也可以更改顛倒視野方向 如果是使用體感的朋友 旋轉手把就可以轉動視野 不過相對於要轉動視野 右邊香菇頭會來的更方便 因為如果單單只是使用體感 這樣手的姿勢很容易打結喔 第三點,稱讚召集與陣王 位於左邊的上下左右方向鍵的上鍵與下鍵 這個是在戰鬥中可以使用的訊息按鍵 在生存時上鍵是召集 就是通知同伴趕快過來 可能有什麼狀況需要幫助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發生什麼情況 一定要馬上按下召集呼叫同伴 在生存時下鍵是稱讚 如果隊友幫助你擊殺 或是將目標物推進成功 都不要吝嗇給予同伴一個稱讚 另外三代保留住二代的一個特殊武器 SP 戰氣彈 當隊友或是自己開啟這個SP的時候 畫面上會出現需要你協助按下下鍵 給予戰氣彈機器 這個時候一定要多按幾下幫助SP的完成 在陣王的時候上鍵就會變成陣王 這個是通知隊友我在這裡陣王了 我個人強烈建議 凡是陣王一定要按下這個按鍵 通知隊友這裡有敵人在陣王的時候 下鍵依然是稱讚 如果隊友在你陣王後協助你殺敵 也要感謝他的幫助唷 第四點,減號按鍵4-1 攝影模式 在廣場的時候減號按鍵可以開啟攝影模式 攝影模式裡面有各種角度、方向、環繞等等 很多不一樣的設定 再按下加號按鍵就可以進入設定頁面 來選擇其他細部設定 4-2 個人穿搭 在自訂頁面裡面按減號按鍵 可以進入個人穿搭 設定一共五組的配置 針對不同的武器有時候也會有不一樣的靈敏度 細細的調整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數值吧 5-加號按鍵 5-1 廣場或大廳 按下加號按鈕可以進入自訂頁面 這裡可以更換武器、裝備 也可以設定、體感、操作和視野靈敏度等多項設定 在分頁這邊有分為TV模式及手提模式 這裡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使用底座接電視玩的話 那麼會是TV模式 如果你是使用NS掌機的螢幕 那麼就會是手提模式 這兩分頁的體感跟靈敏度設定會是分開的 所以記得都要做更改喔 再來就是外型分頁 這裡可以即時調整髮型、眉毛及褲子的樣式 5-2 散步模式 如果在散步模式之中 加號按鈕就是可以離開、退出散步模式 第六點 R鍵的功能 6-1 一般狀態 在一般狀態的情況下 R鍵按下後可以使用副武器 會出現一條拋物線及圓形弱點 如果持續按著R鍵 畫面將會慢慢放大 6-2 特殊武器 SP 如果今天是在投擲型的特殊武器 SP的狀態下 例如三重龍捲風、觸手、噴射、能量戰、硬張的投擲、螃蟹坦克的加農炮、彈跳聲納的丟出、墨雨雲的丟出以及戰氣彈的投擲 這些都是要使用到R鍵才能順利使用的 第七點 特殊武器 SP的使用方法 這次有很多新的朋友入坑斯普拉頓3 但對於擠滿SP後不知道怎麼開啟非常的困擾 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右上角的計量表滿了以後 會出現一個完全蓄力 此時 將右邊的香菇頭按下 就會開啟特殊武器 SP的使用 那每一個SP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樣 請根據畫面上的提示 來使用特殊武器 SP幫 第八點 插件校正視角 不管在任何一個模式或是廣場甚至大廳 你可能會因為體感的關係 畫面太過低或是過高 此時 Y鍵按下去 可以將你目前的視角 校正回中央水平 這是一個非常常使用的按鍵 尤其對於提感使用的朋友們 有時候姿勢正確了 但是視野不太正確 這個時候也會大大影響遊戲進行的體驗喔 第九點 插件小地圖及選單 9-1 位於真格或是圖地模式之中 插件按下之後可以開啟小地圖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強烈建議大家要有這個習慣 當我們打到越後面 越要知道現在整體地圖的狀況為何 隊友的位置如何呢 該不該前進或是後退 或是有沒有敵人可能慢慢潛伏於家中要繞背 如果能夠從初期就開始養成看小地圖的習慣 日後對於各個模式的狀況也能更加快速掌握 9-2 選單 位於大廳或廣場的其他地方按下插件 可以開啟遊戲選單 這裡可以看到有四個分頁 有蠻頹陣地圖導覽分頁 可以快速移動到武器店、服飾店等各個店家 然後是場地資訊 可以即時觀看圖地模式、真格模式及鮭魚跑打工模式的時段及地圖 再來是玩家資訊 如果你想要更換自己的名牌及稱號 或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技術、目錄、戰地鬥士等級 或是擁有的技能碎片這邊都可以做查詢 最後一個是選項分頁 這裡可以調整TV或是手持模式的體感設定 最後的其他有一些輔助設定 然而最下面的玩家設定是可以重新選擇玩家的種族 不論你是魷魚或是章魚 今天你想要更換你的種族 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這裡做更換 第10點 B鍵跳躍 在任何一個地方按下B鍵都會直接是跳躍 那麼如果你長按 滯留在空中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人形與魷魚形態的跳躍高度與距離不太一樣 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先稍微嘗試一下 第11點 墨汁擊發 位於Joycon及Pro手把右邊後方大顆的ZR鍵 這是墨汁擊發的按鍵 所有武器的基本攻擊都是按這個ZR鍵來做發射 但有部分武器必須要連續按下ZR鍵才能做連續擊發 例如筆刷系武器、水槍系的香檳、H3、L3、水桶系 以及除了特務配件的閃系武器 這些如果是長按ZR鍵是無法連續發射的 第12點 潛入墨汁 那麼你勢必一定要潛入墨水之中才行 12-1 移動的墨痕 這一點我們跟大家提過很多次 當你在墨水裡移動的時候 如果你的左邊香菇頭推超過一半以上的時候 就會出現墨痕跟水花 這個是會讓敵人很容易發現你的一個關鍵 所以可以嘗試慢慢的推動香菇頭 看到什麼程度不會有墨痕跟水花 不過目前有一個衣服的足跡連就是由於忍者 它可以消除你的水花 不過如果你一樣是全速移動的話 還是會有墨痕的喔 墨痕在平面上比較看不出來 不過如果在高處的後排就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囉 好的 以上12點是關於手把上所有的按鍵的基本操作 接下來分享一些知識型的部分 第13點 由於滾形 這個是斯普拉頓3開始有的新動作 開始介紹前我們先將動作方向設定有8個 前後左右左前右前左後右後 使用的方法就是當移動速度快到有水花出現後 立刻轉向除了臨近方向的兩邊後 按下B鍵就可以觸發魷魚滾形 例如向左移動除了左前及左後的方向外 我們選擇任意的前、右前、右、右後、後 再加上B鍵都可以觸發魷魚滾形 這邊附上圖表給大家看看 這樣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哪個方向下哪裡可以使用魷魚滾形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技巧 可以即時的反向移動 而且在觸發的過程中可以減輕對於滴墨的傷害 雖然使用上需要多加練習 但相信對於日後的對戰是非常好用的 第14點 由於登頂 同樣是在3代才有的新動作 由於登頂的使用方式是位於牆面按下Z而淺墨其中 同時左邊的移動的香菇頭也要稍稍的往上推 不然就會往下掉 然後呢停留在牆壁上的時候有兩種狀態可以使用 第一是按住B鍵蓄力 當完成蓄力之後會有一個閃光 此時放開B鍵就會衝上高台 這個時候跳出去的距離是比較高的 同時觸發的速度也比較快 另外一個是按住B蓄力 但大概不到半秒的時間放開 它就會緩慢地爬上高台但不會跳高 不過這兩種跳出去的瞬間 也會跟魷魚滾形一樣會有滴墨傷害減輕的效果 由於登頂沒有長度的限制 只要觸發過後不論牆壁多高都會自動攀爬到終點 第15點由於生成三代的重生點大改良 改由從空中出發 在遊戲一開始之後如果沒有按下ZR鍵決定的話 大約有3秒左右的時間可以選擇要在哪一個地方落點 落點的位置是有一定的固定範圍 但沒有一定要在哪裡落點 這樣可以比較減少被敵人壓制在家無法出來 算是一個貼心的機制 15-1超級跳躍 按下X開啟小地圖之後 方向鍵的左、上、右分別是出了自己以外的隊友的對應位置 下是回到重生點也可以使用T桿選定位置 最後按下A即可飛躍到指定隊友或是重生點 第16點人型狀態 16-1武器在射擊時會以人型的狀態呈現 16-2在敵人的墨水之中只能以人型的方式移動 而且會有附加傷害 16-3人型的寬度比魷魚窄 所以如果在一些掩體比較短小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會被擊中 16-4技能碎片的走速只能發揮在人型狀態 16-5在沒有使用魷魚滾行的情況下 人型的折返速度比較快 第17點花枝型態 17-1移動速度比人型快 17-2墨水回復速度最快 17-3能夠使用魷魚滾行、魷魚登頂及冠性取消 17-4若在有墨水的情況下 冠性取消後的跳躍距離勝過人型 冠性取消的使用方法首先按下R鍵 出現副武器的PO顯後馬上按下Z點路鍵 會直接淺墨刺濕就完成了冠性取消 接著向前跳躍的距離會很長 18-4觀看墨機、敵人動向及目標物動向 斯普拉頓3的真格模式及土地模式 都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某項規則 所以在結束之前如何保持住規則勝利就很重要了 其中對於新手朋友們我建議大家可以慢慢地去嘗試注意以下幾點 18-1敵人墨水分布 有時候在敵人的墨水之中是有潛伏的 哪怕只是一滴滴墨都有可能有人躲在其中 等待你經過的時候將你擊殺 相信很多新手朋友的陣亡不是對槍瞄準的問題 而是根本沒有發現敵人 這個時間強烈建議大家要有勇於懷疑的心 沒錯那一塊底墨可能會有人 勇敢地遠遠塗下去或是丟個副武器確認一下 相信可以驅趕掉不少躲藏的人 18-2敵人動向 對於在場上的對戰來說 知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索敵這一塊是一個大學問 我們今天稍微提及日後再詳盡地跟大家介紹 好的 所謂的敵人動向這件事情 希望對於新手朋友來說在開始接近到敵人的時候 眼睛的視野要稍微左右打開 多多看一下非魷魚形態的敵人大概坐落在什麼地方 有意識地記住敵人的位置 避免被繞背 以及清楚知道敵人與自己的距離 有時候會因為自身武器的關係 沒有保持好最好的射程而被擊殺 又或是說沒有留意到敵人的位置 導致進攻失敗或是防守失敗 18-3這個部分主要是說說 格力模式、虎魚模式及塔樓模式 這三個模式的主要目標物都是屬於移動式的 所以給新手朋友們的建議 就是一定要時時刻刻注意這些目標物 集成蛤蜊大球的人在哪個位置 塔樓現在進行到哪裡了 魚虎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沒有注意到這些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被偷跑快到家了都還沒有發現 畢竟這幾個模式的勝利條件 都跟目標物有關 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喔 針對各個模式的規則及建議 我們之後會出相關的詳細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的以上總共18點給新手朋友們的 操作教學及建議分享 希望能對剛入坑的朋友們有所幫助 為求能讓大家的遊戲體驗增加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我們會從中了解到大家需要的東西 感謝各位的收看斯普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